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,香港股市在今天下午又大跌,这时候经中共又开始出口数了,他们放风说,未来三年将会放水六万亿,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,你放水也没有用,因为你的锅太多了,盖子不够,根本就盖不住,这里要几万亿, 那里又要几万亿,实际上同一笔钱要用在几个地方,其实金融在中国非常重要,以前从事金融业的人可以说是天智骄子,每一个都是人上人,都知道在中国月收入超过五千元以上的人已经少得可怜,所以如果能赚几万元一个月,年薪几十万的当然是中国的人上人, 所以经济衰退会对中共造成很大的打击,但是对于那些金融人来说打击更大,原因是中共要搞共同富裕,他们非常眼红,看不惯那些金融人能赚那这多钱,所以金融业受到中共的压制非常严重,而且还出现了降薪潮,收入被限制, 所以他们的收入在最近是下跌得很惨,当然还有中国的经济不好,很多行业都做不起来也是一个原因,中国的经济有多差,现在香港的IPO全没了, 但是其实大陆也好不到哪里去,做金融真的能赚到很多钱吗?在国家队的话可能会好一点,但是像在中金公司这样的巨头,在前几个月也有一个女的出事了,她跟她老公以前每人能赚六七万,一个月能赚十多万, 结果一跌就跌了一半的收入,导致他们的供楼突然预算全失,结果这个女的意识无法接受,最后跳楼自杀,这样的案件在大陆有多少?答案是全部,不是全部都自杀,而是全部都减薪,所有人一律被减掉一半以上,而且最近他们再被人家嘲笑,说他们是金融老鼠, 从人上人变成了金融老鼠,在中国曾经人人都羡慕的金融业现在地位一落千丈,有一位姓陈的人士,他在上海的一家私募公司上班,他在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说, 今年非常艰难,工作的第一年能拿到七十五万人民币的薪水,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六万多,他以为自己的收入很快会突破一百万,结果三年过去了,现在的收入只有当时的一半,他的工资在去年被冻结,年终奖也消失, 都知道金融业收入靠的就是花红,以前在高盛,或者是大摩动辄就会发多少百万的年终奖,在大陆也是一样,会在年尾结账,但是现在不景气了,那能怎么办? 实际上,金融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国家越有前景,越光鲜,越有希望,他的金融业就一定会越来越发达,当金融业变得暗淡无光,从业人员赚不到钱的话,这个国家的前景也会相应变得暗淡,因为股市也好,金融也好, 很多时候都要看前景,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前景,肯定不会跟你讲什么股市,首先是澳门不会有股市,因为一个靠博彩地方根本就不会希望,只能搞赌博,可能有人会说,有的地方光是靠赌博也搞得很好,像拉斯维加斯,蒙蒂卡罗,搞赌博也可以搞得风生水起, 问题是,如果只是搞赌博,没有其他的东西,一样也是不行,金融这个行业,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向往,金融可以透过集资,透过一些杠杆来干很多事情,美国的金融全球第一,所以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, 现在大陆的问题是,整个金融也行业的人士气都非常低下,遇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负面的,他们讨论的消息也是差的不能再差,减薪,财源,跳楼,收入大幅减少,未来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失业等等,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,当每个人都失业的时候,你的金融还能有什么希望?金融不可能一直独秀,因为金融是经济的函数表,经济好的时候,金融就好,经济不好的时候,金融就差。 一段广告时间,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,还没安装VPN的观众,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,多谢。 另外,也有媒体访问了一名保险业的高管,他表示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生活已经陷入了崩溃的阶段,因为中共在推行国有金融公司的降薪行动,使得它的收入直接被减了两成,但是两成已经算是幸运了,现在有很多人都非常担心, 因为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收入,他们的子女通常都是去国际学校上学,现在他表示,自己没有办法能筹到六十万来让两个儿子到国际学校上学,确实如此,你既然是在从事这个职业,你的子女如果是在普通学校上学,第一,你会遭受别人的白眼,第二,你失去了一些话题, 失去了一个大家共同的话题,原来你不在这个圈子,感觉好像比别人矮了一大截,在大陆混不同的行业,尤其是在金融圈,保险也好,银行也好,他们本身全都有一个圈子, 如果你突然跳脱了出去,就会好像在突然间脱离了这个圈子一般,好像被人排斥在外,或者是已经不在在这个圈子当中,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,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说,一个月收十几万也没有多少钱能剩下来,因为你身在这个圈子当中,你就要有这样的开销,没有这样的开销,你就要脱离这个圈子,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,只不过你想再次融入这些圈子就会很难, 在这个圈子当中生活,开销自然是会十分不菲,你不可能住在太差的地方,可能有人会说他们是贪慕虚荣,但是话可不能这么说,你达到了那样的等级,你就不会住在普通的地方,不可能住在贫民区, 这名保险业的高管还表示,行业不景气还是其次,现在最害怕的是要面对中共的那种政治扭曲,他们认为金融行业的人就是老鼠,在啃食国家的资源,所以把他们打成了过街老鼠,人人寒大,因为这个国家不重视金融人才,认为搞金融的都是搞忽悠的,都是骗子老千, 现在金融界的人士对被人扣上了金融老鼠的说法感到越来越不安,因为他们的收入的确是不菲,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能比得上很多人超过一年的收入,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他们只要坐着就有钱收,自己干活却干得像条狗一样,但是实际上大家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, 当然也不能排除真的有金融老鼠,尤其是在中国,大家要明白,你能进入这个行业,实际上你是否真的付出了很多,你是不是真的是有本事, 你的能力是不是真的值得那么多钱,这一点也非常值得商榷,他说中国不重视金融人才,其实中共什么时候重视过人才,别说是金融了,任何人才他都不重视,他们对每一种人才都很蔑视, 中共只是希望你们当一辈子奴隶,希望你们能成为国家的螺丝钉,你们都不是人,你们只要为国家付出就可以了,在一个猪圈当中,有哪个屠夫会去发掘一下哪一头猪有天赋,反正迟早都是要被宰的,所以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,最近经济不好, 中共以反腐为名对金融行业进行大清洗,抓了很多高官,有很多行业内的大咖权都被他们抓了,没被抓的要么就是自杀,要么就是疯了,如果不赶紧跑路的话,在大陆迟早都会成为他们反腐,或者是其他政治运动的牺牲品,就好像之前被抓的包繁一样, 已经失踪了差不多两年,但是中共不会对你交代任何事情,让你失踪就失踪,老板失踪了,下面的员工当然会感到害怕,所以在今年,足足有超过一百名银行的老总辞职,原因是他们受不了,你天天都在讲政治,最终当然是会使得人们害怕,干脆不跟你玩了, 最近的就是,使得大陆的证券型被刺激了一轮,但是会不会刺激到太久,当然是不会,最终还是会继续被中共打成是金融老鼠,谁赚的钱越多就越会被人喊打,而且大陆的仇服心态越来越严重, 如果再这样下去,就不光是金融老鼠,其他不同的专业人士都会被打成不同行业的老鼠,最终就会变成全部都是老鼠,然后中共就会出来把你们全抓了, 这个对集中sto emot正好的东西,都会法百姓的区别嘱饱、 墨广场地立材、冨稿型身态、沙 supp着你像青窓的的arson面包,